美国以色列签署安全宣言 俄州十岁女同遭性侵 被迫跨州堕胎 斯里兰卡总统新加坡发送辞职信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7月14号的 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或事与新轮 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 今天签署联合宣言 拜登承诺绝不容许伊朗取得核武 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拜登表示 仍然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 但以色列方面却指出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 西方国家会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惩罚 今日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 签署联合宣言 来进一步稳固两国关系 拜登表示 美国将承诺维护以色列安全 并将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 而在发布会现场 总统拜登承诺 美国将尽全力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 并且美方将愿意和更多阿拉伯国家进行建交 同时拜登还表示 美国已经提出了呼吁伊朗重返核协议的路线 并且等待相关回应 美国将军事务力量进行建交 所以总理拉匹德却对此表示不满 拉匹德指出 唯一能够真正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知道西方自由世界 将会使用军事力量进行严惩 文字会不会阻止他们 协议政策不会阻止他们 只会阻止伊朗是知道 如果他们继续发展他们的军事计划 自由世界会使用力 随着变种病毒的不断传播 FDA批准诺瓦瓦克斯公司 研发的新冠疫苗 紧急使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 这也是第四款在美国获得的 紧急使用授权的新冠疫苗 该公司表示该疫苗 似乎对BFI Omicron的变种 有广泛的免疫系统反应 CDC预计最早将于本月推荐该疫苗 一个值得注意的更新是 你很快就能获得第四种冠状病毒疫苗 诺瓦瓦克斯的新冠疫苗 现在拥有FDA紧急使用授权 CDC预计最早将于本月推荐 它不同于其他三种疫苗 因为它使用蛋白质片段 来教会身体如何抗击新冠病毒 如果你接种了乙肝疫苗 或者百日咳疫苗 你可能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疫苗 诺瓦瓦克斯开发起疫苗时 最新的变体并不存在 但是该公司表示 它似乎对B.A.5 Omicron的变种 有广泛的免疫系统反应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它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变体 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变体 还有疲惫 疲惫 头疼 专家说接种疫苗 是预防严重疾病的最好办法 但是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接种 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了 疫苗对疫苗增加了很快 它增加了很低 与此同时 制药公司正试图更新现有疫苗 以应对未来的情况 我们在冬季的疫苗 会有一个大量的升级 但我们会看到 在那时的疫苗的疫苗 俄罗斯舰队今天发射导弹 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查 攻击至少造成23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乌克兰方面强调文尼查 位于基辅西南方属于难民庇护区 俄罗斯针对平民区域 进行导弹袭击的行为 已经和恐怖主义没有区别 就在今日 俄罗斯黑海舰队发射导弹攻击 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查 据乌克兰方面声明 此次袭击至少造成了23位平民死亡 以及数十人受伤 乌克兰方面指出 袭击的死者还包括三名儿童 并且无方强调 位于基辅西南方向足足200公里的文尼查 原本是做安静的城市 即使无额军事冲突已经发生数月 但当地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因此该地也成为了不少地区居民和难民的庇护城所 一名二孩儿州男子被逮捕 并被指控强奸了一名十岁的女童 该女童随后不得不前往印第安纳州堕胎 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的案后 该案件引发了更多关于堕胎禁令的辩论 一些立法者准备明天在众议院 就两项旨在保护跨州堕胎的法案进行投票时 将矛头指向该案件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 发生一起引发国际关注令人不安的案件 27岁的格尔森·夫恩特斯被指控强奸一名十岁女孩儿 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的案 和俄亥俄州宣布对堕胎的严格限制之后 然而她不得不去印第安纳州堕胎 彼此同时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 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记他是否后悔在推特上说 最初的报道是一个谎言 尽管事实证明这是真的 与此同时众议院可能很快就两项法案进行投票 这两项法案将重新确定 联邦政府获得堕胎护理的合法途径 我们所说的是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让国家的国家继续承证判施 让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有这个正确定 然而两项法案都预计将在参议院中失败 日本秋天为安倍举行国葬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斯里兰卡爆发经济危机之后 陷入连日抗争 总统帕克萨在逃亡之后今天抵达了新加坡 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向议长发送了辞职信 这位逃跑总统固然是一走了之 但斯里兰卡无论是在经济 还是政治上都陷入了僵局 未来的走向更是难以预料 昨天从斯里兰卡达成军用飞机逃跑的总统拉甲帕克萨 在稍早抵达了马尔蒂夫首都马列后 再次转机前往了新加坡 在确定自己安全之后 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的国会议长发送了一份辞职信 目前还算不清楚国会是否会接受这份甩锅般的辞职信 新加坡也在随后证实了这个消息 称帕克萨已经登陆并被允许进入该国 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 但没有要求或者获得庇护 他的离开也让他们的家族 统治斯里兰卡数十年的王朝正式终结 他的弟弟前任的财政部长巴西拉拉甲帕克萨 也已经离开该国 有消息称他正在前往美国 这两兄弟曾经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债台高筑 在建设国际机场和港口时 向中国借了大量的现金 但在建成后却发现 这些交通设施嫌有人问津 2017年的一座深水港由于无法还债而欠了中国14亿美元的债务 如今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岛屿国家陷入了恶性循环 民众也因为政府的婚庸而长期遭受着食品燃料和药品的短缺问题 随着斯里兰卡民众得知总统逃离的消息 数以千计的人民走上街头 总统家族的豪华私人住宅被愤怒的人群焚烧殆尽 武装警察也与数百名示威者产生了冲突 伤亡数字还无法统计 尽管官方发布了宵禁信息 但依旧出现了大批的抗议者 根据警方的说法 抗议者们还拿到了不少的步枪和子弹 接下来混乱局面可能还会加剧 帕克萨总统的离开在斯里兰卡造成了权力的真空 而这个国家需要一个能够运转的政府 才能够重启经济的救援程序 现在多个党派的政客正在讨论组建一个新的临时政府 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表明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 至于目前愤怒的民众是否能够同意他们的决定 还只能等到未来才能知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基于安倍晋三在任期间 与内政外交取得巨大的成就 日本政府领定于秋天举办国葬 日本政府也希望通过举行国葬来追悼安倍晋三 表达不屈服于暴力守护民族主义的决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号表示 将于今秋为遭暗杀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据报道 初步决定9月于东京千代田区的五道馆举行 安倍报号在奈良市为自民党籍参议院选举候选人主选时 遭枪击身亡 日本政界传出为安倍举办国葬的呼吁 国葬费用由国家支出 安田文雄在记者会表示 决定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原因有四点 首先 安倍两次政权合计执政八年八个月 是日本欠证史上在位最长的首相 安倍承担重责大任 率领日本经历严峻的国内外挑战 其次 日本经历311东日本大地震后 安倍率领日本复兴重振经济 以日美关系为基础 在外交上取得重大实际 成果丰硕 第三 安倍获得包括外国领导人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第四 安倍在以民主主义为基础展开的选举期间 遭遇突然的暴行而逝世 国内外融入追悼信息 岸田表示最重要的是政府希望通过举行国葬来追悼安倍郡三 表达不屈服于暴力 守护民主主义的决心 朝日新闻报道 据政府官员透露 日本武道馆是举办国葬的候选场地之一 好不容易迎来后疫情的生活 但欧洲这个夏天却不平静 热浪来袭不断 野火也陆续在许多地方发生 法国西南部继热浪带来高温之后 野火肆虐让当地的政府不得不疏散上前的游客 自10号以来 西班牙和葡萄牙以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突破了摄氏40度 引发多起野火 根据法国消防部门 自12号下午以来 法国南部也发生野火 一场野火烧毁了波尔多以南地区800公顷的松树林 并迫使150名居民撤离家园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法国正遭受两个月内第二次热浪 数百名消防员与救护人员不间歇 有1500公顷的大火搏斗 受到火灾影响的法国吉伦特省 还派出四架直升机救火 吉伦特省发生两起火灾中 较严重的疫情发生在波尔多以南的兰迪拉斯镇附近 当地政府已封闭道路 疏散数百人 另一起是沿着大西洋海岸 靠近欧洲受欢迎几点皮拉特沙丘 当地也从露营区疏散了6000人 法国总理白纳较早前呼吁部长们做好准备 以应对这波预计长达10天的热浪 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他的办公室在一项声明中说 高温很快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尤其是最弱势群体的健康 科学家说 由于气候变迁 热浪侵袭已变得更加频繁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升高 预计热浪也会变得更加猛烈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警告 由于热浪侵袭 欧洲面临更大的野火风险 他们也呼吁人们要保持凉爽与安全 圣河西执法部门在当地的河窗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并且十分隐蔽的地下碉堡 碉堡内安置了大量的建筑工具和枪支武器等被盗物品 警方目前已经将其取缔并呼吁施主来认领被盗物品 然而居民担忧由于大规模的强案频频发生 如此数量的被盗枪支武器可能会进一步威胁地区的治安 本周执法部门在圣河西河床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 并且十分隐蔽的地下碉堡 警方在内部发现了枪支武器和建筑工具等价值十万美元的被盗账物 居民表示单单在过去六个月内 他的住所就已经发生了四次道歉堕 被盗的物品包括工具 卡车 拖拉机等等 据执法部门透露 此类道歉堕的频发 是该地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然而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该地下碉堡所处的位置距离当地学区不远 因此 儿童群体的生命安全已成了不少家长的担忧 据民指出 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状况下 全国上下大规模的枪渐渐频频发生 而此类大规模背道枪支武器的出现 让地区居民更加忐忑不安 警方指出 部门目前代表了六名涉嫌子散犯罪嫌疑人 他们将在近期对其提出法律诉讼 南加州帝王县在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中 从感染住院和死亡重灾区成为目前加州疫情最新 回复最快的地区 其排行全加州甚至全国最高的疫苗接种率 引起广泛关注 近日的网络会议专家就分析了 由帝王县在疫苗接种成功方面能学习到什么 以及是否能够一直保持这个势头 南加帝王县在过去两年新冠疫情中 从感染住院和死亡重灾区成为目前加州疫情最新 健康恢复最快的地区 其排行全加州甚至全国最高的疫苗接种率 引发广泛关注 人口超过139万2600的帝王县 目前总体接种成人接种率为91.7% 青少年接种率为73.2% 在帝王县儿童接种疫苗率方面位居第二 仅次于马林县 71%的儿童完成接种主要的疫苗系列 在加州多数的县里 5-11岁儿童接种的疫苗率在40%以下 专家们就在网络会议上分析了 我们可以由帝王县的疫苗接种成功方面 能学习到什么 以及是否能否一直保持这个趋势 这个成功是否会造成 卫生保健系统渠道永远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 洛杉矶县最近两周新冠感染确诊案例和死亡率显著上升 一度被认为已经走远的新冠疫情重新肆虐 使接种疫苗再次成为焦点 帝王县的疫苗接种经验 以及对该地区总体抗疫效果和长远健康的影响 值得洛杉矶县乃至全国在防疫工作中学习与借鉴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社区 人们知道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是小的 所以人们真的被影响了 他们看到这些压力的影响 当疫苗增加了 我们发现我们的病患者们开始增加到我们的死亡率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纽约股市周四开盘大幅下跌 多个大银行公布了令市场失望的财报 另外市场也在评估6月份通胀数据发布之后 美联储是否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五盘跌幅收窄 某个大通第二季度的利润大跌 令银行股普遍撑压 尾盘三大股指维持着下跌的走势 在今天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下跌142点 收报3063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点 收报11251点 标普来指数则下跌了11点 收报3790点 经济数据方面 劳工统计局周四报告称 由于能源成本大幅上涨 6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飙升至接近记录水平 指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1.3% 高于5月份的10.9% 也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这是自3月份创记录的11.6%以来的最高水平 扣除能源 食品和贸易服务价格的核心PPI 较去年同期上涨6.4% 环比来看核心PPI仅增长0.3% 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0.5% 整体PPI较上个月上涨1.1% 高于0.8%的预期 PPI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前瞻性的通胀指标 能够根据它来预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最新报告表明 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 如果近期油价继续下跌 7月份批发和消费者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 但是高通胀的预计还会将持续一段时间 联储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加息措施 将基准短期借贷成本提高1.5个百分点 预计该机构将继续加息 直到通胀率接近2%的长期目标水平 劳工部公布截止到7月9号为止的当周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24.4万人 按周增长了9000人 市场预期为23.5万人 前职修订为23.5万人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四周平均值为23.57万人 按周增长了3250人 截止到7月2号为止的当周 续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33.1万人 按周减少了4.1万人 预期为138万人 个股方面的消息 今天盘前 摩根士丹利公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 拉响了财报季的序区 数据显示 摩根士丹利QR的净营收为131.3亿元 市场预期为133.3亿元 去年同期为148亿元 净利润为24.95亿元 同比下降了29% 调整之后的美股收益为1.44元 市场估计为1.57元 如今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愈演愈烈 华尔街各大投行正在努力应对 今年IPO的大退潮 这与去年的发行大潮大相径庭 这一背景之下 摩根士丹利为了信贷损失 拨备了1.01亿元 高于一年前的7300万元 二季度的数据发布之后 因净收入和调整之后的美股收益 低于市场的预期 公司的股价今天小幅下滑了0.4% 收报美股74.6元 根据Adobe的统计数据显示 亚马逊过去两天举行的会员促销日 Prime Day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上涨了8.5% 至接近120亿元 有分析人士认为 面对高通胀 消费者偏向网购价格较便宜的货品 支持Prime Day的生意增长 同时由于担心经济将进入衰退 零售商愿意提供较大的折扣 以减少库存 亚马逊没有公布Prime Day全球的销售额 只是表示共售出了3亿件货品 去年的Prime Day销售了2.5亿件货品 另外亚马逊表示 消费者动用了30亿美元 购买了小商家提供的货品 公司在今年活动开始之前的三周 推出了支持小商家的计划 Support Small Business to Win Big 去年有关活动的交易额为19亿美元 收盘时公司的股价小涨了0.2% 收报每股110.6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7月14号的华尔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郁星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